大家好,歡迎來到廣東話大圈子。 我是一心。 今天,我會為大家介紹一個廣東話的里語。 學新野 問候 問候一般是指打招呼、問對方近方的意思。 但是作為一個里語,問候的意思就是說粗言畏語了。 即是說用粗口去問候對方的意思。 我們從內容、語氣又或者用字就可以分辨出 問候是一句句子中的用法。 我們一起看一下一些例子。 很久沒見喲,跟我問候你家人。 很久沒見喲,跟我問候你家人。 在這裏。 問候就是指打招呼的意思。 就知道了。 如果大家想複雜回同作為介詞的內容。 也可以看回右上角的影片。 很久沒見喲,跟我問候你家人。 很久沒見喲。 很久沒見喲,跟我問候你家人喲。 很久沒見喲,跟我問候你家人喲。 很久沒見喲。 我們一起看喲,問候作為理語的例子。 是否認喲? 得罪了你嗎? 什么? 用不用? 问候我 妈 啊 得罪了你吗? 用不用问候我妈? 在这里 问候意思就是指 对方用粗口去侮辱我家人 得罪了你吗? 用不用问候我妈? 得罪 咗 你 咩 用不用 问候 我 妈 妈 啊 得罪了你吗? 用不用问候我妈? 好 那大家就练着拍啦 都是那句 广东话是我无语 但是如果有任何错漏 欢迎留言 告诉我 好 就这么多 吃饭 先